焦點視頻 張俊耀智慧學堂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張俊耀老師 我是張老師 大家好 老師 上一集我們提及到一個好老公有什麼特質 從女士的角度去看 今集我們就反過來 從一個好老婆 男士的角度去看 但是我們知道你有一個網站叫 Find Love Luck 就是尋找愛情的運氣這個網站 FindLoveLuck.com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到輸入你們的資料 原來你有些啟示會給他 是的 那個網頁裡面最主要給大家一些資訊 當輸入了你自己的連日時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名工的 紫微斗數十四正要的主星 同一時間也可以看你的夫妻公的主星 大家經常都聽過 就是孫子兵回人們說 知彼知己 就是說看一個愛情的世界 或者在一個relationship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大家都要知道你自己的性格是什麼 還有你另外一半是怎樣 當然有很多人的主觀就希望 我另外一半會不會跟我的性格都很match 但是你知道其實命就是這樣 你來到這個世界你就有一條命 而上天也都安排了你另外一半 就是另外一個性格範疇 如果你能夠了解到原來我自己是這樣 我另外一邊的性格就是這樣 變成了你能夠知道兩個party是這樣的 那怎樣才能夠 譬如說相處得很好 不是說我們怎樣能夠去改變 我們另外一半的性格 而是了解另外一半的特質 然後找出最好的相處之道 當然在網頁裡面我們也會有很多其他的資訊 正如我們所說 如何提供一個適合的相處之道 譬如說我們在網頁裡面 我們也有提供一些例子 譬如說威廉王子 她本身的命功是破棍星的 她太太凱特原來是一顆紫微星 破棍星的人性格比較衝動一點 紫微星的人性格比較沉實 一個沉實一個衝動 大家是不是真的會打架呢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在網頁裡面 其實你都可以找到 如果你的星是這樣的性格 而另一半是其他性格 其實都有很多生活上的相處之道 來維繫這個婚姻的持久 當然網頁裡面也有很多所謂timeline的提示 很多人都說我何時會結婚 也會問到我的桃花是黃還是藥 其實我們都會給予很多分數 因為在網頁的資料裡面 也會說了你的總桃花的分數是怎樣 我們也會因為桃花很多朋友都說 這些究竟是正桃花還是野桃花 所以為了這個類別 我們除了總桃花的分數 我們都會給予一個正桃花的分數 除了之外 也都即是未來的十年 你的桃花線的高高低低 很多時候都會在那裡有些顯示 你那個婚姻的日子究竟是哪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網頁其實本身都有豐富的資料 在裡面 好啊老師 作為一個好老婆 究竟在面上學紫微豆素又有些甚麼特質呢 如果一個好老婆 其實我覺得這樣 中國人經常說陰陽 男是陽的 女是陰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一位好的太太 應該是有一個女性的特質 性格方面比較內斂 所以如果你說在面上那一方面 其實我覺得都是講那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講眼 這個眼神是不是定 第二就是講鼻歌 因為中國上學都講 鼻就是呼聲 所以我們都希望能夠找到 女士的鼻歌的輪廓能夠飽滿 第三就是講嘴 嘴當然也希望是比較豐厚 就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你說到 譬如說男士怎樣要求 因為女士的面上 基本上我們都在講這三樣 嗯 OK 好了 密德一個好的老婆 或者女朋友 是她出錯 對不起 對不起 好了 密識到一個好的女士 希望可以跟她發展 那怎樣可以增強自己的愛情的運勢呢 這個世界什麼都講緣分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發覺 我的理想的所謂 是心中的一個女神 應該是這樣的 但你會發覺現實在世界 所出現在你眼前 可能是另外一件事 不過當你的緣分到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真命的女神在你面前 如何增強自己的愛情的能力 其實我覺得都是 譬如說說一下一些 如何去在一個方位那方面 那首先我覺得 一定都要在自己的心態那一方面 就是下一些功夫線 就是我們說了 就一定要open-minded 第二就是 一定要對女士的 女士方面多一點的關心 因為我們分析了很多 譬如說女性 其實對於男性 哪一方面有一個很高的要求 很多女性都是這樣的分享 就說一定要關心她 OK 很關心她 那要關心她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quality就是細心 所以要維繫一段 就是很理想的感情生活 我覺得男士對女性的細心和關懷 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OK 那第二個你說 如何可以將一些負面的氣場踢走 增加多一些正面的氣場 有時候我們都要講一下那個方位 譬如說在苦年來講 愛情位是在北邊的 譬如說正在尋找一些伴侶 或者已經是開始了 亦都希望能夠所謂水到渠成 不妨我覺得在逆經掛帳裡面 譬如說考慮一下 譬如說拿這個咸掛 拿張卡放在你床的一個床的位置 在北那個位置 又或者已經是已經拍了很久 很想成家立室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行掛 三十二 即是雷鋒行 又或者這個家人掛 OK 所以大家留意到 一連兩集 很好把握 今年這下半年 以及未來的時間 找個好老公和好老婆 沒錯 但記得上去 findloveluck.com 就可以留意到 老師有更多資訊 以及免費的輸入資料 沒錯 OK 下一集再請教老師 再見